欢迎回来即场的老知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又或者传电邮给我们 在我身上的嘉宾仍然都是要材证券研究部的副经理 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家电股的走势 今天家电股走势上是个别发展 创为数码方面跌5仙 最新部3元TCL多媒体 升3仙 海耳电气跌1毫因 至高升0.3仙 海迅科龙升1仙 最新部6 今天有消息说到 内地传媒有消息透露到 家电零售商减价的促销范围 由零售商店扩散到网上销售 平均减幅达到三成 这些对分销商来说的影响亦是最大的 其实见到有个减价促销战 会否见到家电现在最新的销售又是怎样 这些数据上也显示 今年初四个月 国内家电下乡的产品 无论是销售又或者销售的金额方面 都是继续一个按年下跌的 这方面也反映了 就是说内地当那些下乡的政策都在部分的城市退出了之后 都见到内地整体的家电的销售 都是放缓下来的 如果你说内地一些的分销商 之前都可能销售价格比较贵的时候 现在都可能需要做一些减价 又或者打多些折扣优惠 去到买回那些产品 始终现在内地的家电行业都存在住一个 可能存货都积压得很厉害的问题 特别就是分销商 如果你说很多在上年都是扩大了自己的分销网络的 又或者是入了很多货的话 变相当销售价是不理想的时候 他们都逼于无奈都是要减价来促销的 你见到今次的价格的减幅都有三成的话 都可以预期来内地的家电行业 讲的是一些家电的制造商也好 或者是家电的分销商也好 利润率都有机会进一步收压 所以就算你说销售额 都能够因为减价而有所提升 但当无利率有个下跌的情况下 对于这类的股份 我自己都觉得是一般的 不算是特别理想 刚才的消息就讲到 去到网上的减价促销战 会不会对相关的分销行业的国美电器来说 比较怀处比较多 现价在过三价493国美电器的股份 今天稍为没有升跌 最低价是1.28 国美电器的股价会否继续挨沽呢 如果你说在网上也要打折的话 可能就代表分销商的存货 我真是积压得很紧要 另外都因为看到 或者是对上个月 由于内地都是 走着一个所谓的消费月 可能不排除有些公司 有些零售商都借这个机会 来提供多些折扣优惠呢 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的买家 亦都可能是反映着 就是内地整体的竞争情况 都是不断增加 特别就是家电的分销 除了你说最大的两家 就是国美和苏宁之外 其实都有很多一些 比较小型的零售商 都是加入了这个市场的 如果你说单看回国美来说 本身的龙头优势 其实最近这一两年 都已经是慢慢被另外的竞争对手 特别就是苏宁那边 就是蚕食着的 当别人的店铺越开越多 市占就不断提升 但是相反国美的竞争力 就相对是减弱着的时候 都很明显 见到股价都是不断地有个下跌的情况 之前其实国美都公布了 今年头几个月的同店销售的数字 都继续录着一个负增长 都属于整个行业里面 是比较差的一间 也是在解释为什么股价 都是一浪就低于一浪 还有之前就连过六这些位置 都叫做正式跌穿买的 你见到这一阵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那个成交金额 都跟着增加着 还有跌穿了十天二天线之后 其后那个反弹 一直都未能够上一条二天线 所以看图表走势 或者本身自己的基本因素 我自己觉得 国美来着沉底的机会 都仍然是比较高 好啊 讲完相关的分销商 不如看看家电股的 制造家电的行业 刚才都提到 那个销量方面 可能有个下跌的情况 重视今次减价战之后 销量上升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是TCL多媒体之前公布的跪积来说 真是令市场非常满意 其实现在要选择的话 是否都是看回跪积比较好一些 又或者 它的策略怎样定呢 TCL他自己就比较醒目的 因为他都知道 内地的家电下乡 政策要退出了之后 就不能够再以内地作为一个主要的销售点 所以你见到其实本身 TCL的业绩做得好 或者销量是增加得那么快 很大程度都是因为 它在拓展海外业务方面 做得非常理想 你见到它在4月份方面 单计那个LCD电视机的销量 如果你说计过海外市场业务 它都上升了接近1.9倍那么多 如果你说对比起内地的销量增长 可以说海外的业务 那个增长势头都较快一点 始终你说TCL都属于一个 叫做国际的品牌 虽然你说它的定位 就不算定得很高档 但是如果你说以它的价格 去到大一些二三线的国家 又或者一些申请市场的话 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优势在那儿 所以你见得到 当然欧洲方面的经济 都不是那么理想的话 反而就可能 令到这些中低档牌子的产品 就可能更加卖得 所以可能欧债危机对TCL的影响 不但不是负面 反而都可能因为 当地的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关系 都有机会令到这一类 中低档的品牌 可以从而突围而出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当次都是一个首要考虑的因素 另外 我们不如看看汽车股 汽车股 今天的表现都有一个回吐的情况 看看最新股价走势 就看到 比亚迪方面跌了接近2% 跌3.4% 东风汽车跌1.8% 吉利汽车跌超过4% 跌1.2% 最新报2.81% 华盛方面跌1.3% 广汽车跌2.3% 汽车股今天显着回吐 早前中气协公布的销量方面 虽然按年增长有5% 但按月来说 4月份也跌了 超过1.1% 其实销量情况又是怎样? 有没有一个 量升价跌的情况? 你看到量方面 同比有很明显的上升 但很大程度 都是因为上年4月份方面 都是因为 刚刚日本过了地震 和海啸之后 令到当地的汽车生产 明显是减慢了下来 也导致国内日本车的销售 有一个很明显的跌幅 由于上年的基数 跌得比较低的时候 今年出现了一个 所谓同比的反弹 绝不出奇 但如果你看看按月的比较 今年4月份 汽车的销量方面 都是按月跌了1成多 反映了内地的汽车市场 复苏的情况 就不算很好 另外如果你看看 价格方面 也看到有个下跌的情况 代表着很多汽车分销商 本身都是因为之前 存货跡压得比较厉害的原因 都被迫打折 来卖一些车 套现资金 这些因素 其实对于汽车股来说 都不是真的那么利好 谢谢 看到汽车股方面 不是那么利好 也看到吉利方面 也未能够 承接着4月份的消浪数据 有个上升 今天股价来说 跌得比较急 现价跌超过4% 去到2.81% 吉利大都是低档车的汽车 会不会跌得比较急 但整体经济环境 也是利好呢 其实就看回吉利 本身的股价 之前都叫做 明显跑赢了大市 但是看回4月份的数字 就一般的 你见到 按月的跌幅 都有成1成1 虽然你说整体 今年 头4个月的增长 都是有 但是始终 内地整个汽车的市场 都比较差的话 对于每一间的汽车股 都有个影响在 但吉利有个比较大的优势 本身去品牌的转型 开始做回多一点 高档那类的产品 都可以令到 它无利率有机会有个增加 另外 跟英国方面 动而动的合作 亦都有个憧憬在 所以我对吉利这只股份 就不算看得特别差 谢谢Jason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持人 没持人 谢谢 稍后回来 仍然都是问答环节 下一节再跟大家见面